大家好 我是营养小辣椒 营养我辣椒 你们知道食物有垃圾食物 保健食品也有保健食品 那毕竟当了营养师也是一段时间了 也是看的市面上蛮多 奇怪的保健食品 那我们就是给它整理起来 拍出了一系列的 巧克力 不好意思 系列 这几点内容有点辣 大家记得给它笔记下来 然后随时用 那个赚钱有点辛苦耶 好 我们钱钱不要乱花 不过如果你觉得也就是好 I don't care 我这边呢提供了一组我个人的账户 那你如果想要做善事呢 来我们这个厂商拍谁系列第一集 就先讲讲我们的保健食品大咖 叶黄素本人 厂商的嘴 骗人的鬼 先喝一口鸭鸭子 气泡水 肥业配 第一条 叶黄素喝的才好吸收 谁说的 谁跟厂商说喝的好吸收 喝的小分子 来我们国中里话有学过 每个物质都有固态 义态和气态 我没有要讲这么难 固态可以变义态 义态也可以变固态 它这样换来换去 不会影响到它的分子大小 固态可以是小分子 义态也可以是大分子啊 来第二点 他有点饿 就是说赚钱很辛苦吧 来第二点 我们家的叶黄素爆量添加 我们每天呢可以吃到 15 20 25 30毫克的叶黄素 请问吃这么多药干嘛 根据美国卫生研究院吗 对 这个强达5年 4203位的人体实验 因为我上一段感情太久的研究 他就说啦 叶黄素每天10毫克 玉米黄素2毫克 10比2呢是最好的吸收比例 那你搞了一个 30比2 25比3 那个老师都已经说open不可了 你超还超错 再来第三点 很多厂牌的叶黄素 他们说 我们一颗就够 但是其实叶黄素产品 它大多都是副方的 所以除了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他们还会加一些虾红素花青素这些 有的还会加玻尿酸鱼有 你东西加的越多 啊我们胶囊大小就就就就这样 东西越多 代表你每一颗的含量就越少 那你吃一颗有够吗 刚以上都是在讲 小辣椒比较问号厂商的部分 那以下呢 就再来教大家 诶那我叶黄素要怎么挑选 第一点 避开喝的 或是果冻状的叶黄素 因为这种东西都要好好吃 不好吃你不会买 不会 所以它一定会加很多的糖香料甜味剂 再来加了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这个产品就容易坏 势必要加很多添加物 为了让它不要坏 第二点 挑选叶黄素比玉米黄素10比2 就是每天10毫克 叶黄素配上2毫克的玉米黄素 这个是有人体实证的 4203 我不是要说有4203位人体实验 第三点 选择负方形式的叶黄素产品 你每天在那边打电脑滑手机 你需要的其实不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你需要的其实是花青素跟虾红素 第四点 挑选游离型的 因为它分子比较小 叶黄素其实有分游离型跟纸化型 游离型的分子比较小 不是开那个固态跟异态呢 厂商有get到吗 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次厂商拍谁系列的第一集 内容呢有一点点得罪人 不过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说是有收获的 那大家如果呢 之后想要看厂商拍谁系列第二集 那记得留言按赞告诉我 或是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其他朋友 让我知道说你们还想继续看 不然我都拍到肚子饿呢 而且我手机还没电 或是你们之后有想看什么主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敲碗 我会分享 我是营养小辣椒 营养我来教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希望有下集啦 拜拜